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泽伦斯基表示,乌军已收复1015个定居点 乌军呢,最近一直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全面的推进 不断的夺回城镇居民点 并且为这些地区呢,提供电力、供水、通讯、交通和社会服务 努力让这些地区的民众能够恢复正常生活 这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发表的视频讲话 泽伦斯基此外还强调 仅仅在过去24小时就有6个定居点回到了乌克兰的控制之下 一个定居点呢,一般来说呢 都是由数百居民来自数千居民 所以说呢,乌军呢,通过这种战术呢 诚实战术呢,就可以非常机动灵活 而且呢,尽可能的,就是说呢,保护自己的部队 就是乌军呢,每次进攻呢 都是尽可能的消灭敌人 但是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 在安全的前提下寻找战机 它跟过去的战争模式那种硬干不一样 过去我们知道战争发现敌人在哪里 就大模大样的开过去 然后呢,明火之杖的跟他干 那种战法呢,是容易受到这个损失 俄军呢,仍然是持有那种打法 比如说呢,俄军的这个行动呢 仍然以迎接战术群为作战单位 一个迎接战术群呢 即便是俄军现在受到很大损害 起码也有五百人 最多的,最完整的迎接战术群 可以多达一千两百人 他们聚集起来进行军事行动 总是挨打 而且呢,到现在为止呢 两个多页过去了 俄军的指挥城呢,一筹莫战 基层官兵呢,前线官兵呢 则是怨声载道 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这场战争出了问题 他们的做法不对 但是呢,他们呢,也并不清楚原因何在 因为俄罗斯呢,这个国家呢 他就说呢,他是一种表面上的这个民主制度 实质上的专制制度 有人会说,啊,这个俄罗斯不是有民主选举吗 是的,但是呢 那是在操控国家舆论的情况下 而且呢,对反对派进行打压的情况下 你比如说普京在竞选总统 或者说维持他的政权的时候呢 俄罗斯出现大量的反对派 在美国,不管是川普 还是什么样的反对派 一般来说,每四年就有一次 合法的颠覆政府的机会 而在俄罗斯呢 普京呢,至少暗杀了200位反对派 其中至少有 二十几个反对派呢 都是有实力的 有可能取代普京的 把这些人干掉以后呢 就会让其他的俄罗斯精英呢 胆寒,感到害怕 因为普京有的是特务手段 所以说呢 俄罗斯的精英呢 那些大部分后来选择了呢 不得不卑躬取杰的与普京合作 而普京呢 对于这些人呢 也是采取收买的态度 也就是说呢 只要你跟我合作 别跟我竞选 别跟我竞争 那么呢 你想要钱 你就可以花钱 你想要权力 我可以任命你一个职务来杠杆 所以说呢 这就导致了呢 整个俄罗斯呢 腐化堕落 因为普京呢 他收买国家 他靠来收买那么多官员 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把这些安排在各种各样的岗位上 这些人到了岗位上 当然呢 想办法就是贪污腐败 所以呢 整个国家是乌烟瘴气 是一团糟 没有人想到去改革这个国家 你也改革不了 因为普京呢 他认为呢 他能够包办一切 你只有服从的份 而普京的能力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他不过是一个克格勃的小特务 心性残忍 狡诈 喜欢玩阴谋诡计 如此而已 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领导才能 此外呢 就是亚述团呢 表示呢 俄军呢 在马里乌布尔省时 多达六千人 5月13日 这个亚兽团的副指挥官 普拉玛尔向外界表示呢 在过去两个多月里 俄军仅仅在马里乌布尔就 省失了大约六千名官兵 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当然这种省失呢 是指这个阵亡 失踪 还有这个受伤 按照一般的这个战场的伤亡比例呢 一般是就是说呢 每一个人被打死呢 另外有两到三个人受伤 所以呢 大约有 一千五百名 到两千名 俄军官兵阵亡 要知道围攻 马里乌布尔的俄军呢 从来都 数目超过了两万 而防守 马里乌布尔的 这个 乌克兰军队呢 只有这个亚述团 大约呢 大概两千来人 另外呢 还有海军陆战队 三十六旅 大概两千多人 以及海关警卫队 那个呢 恐怕数量更少 只有上千人 这么一点部队 能够坚守 马里乌布尔两个多月 并且给俄军 那么大的杀伤 应该说是 这个成绩是非常娇人的 俄军的损失 为什么这么大呢 第一呢 它指挥上比较愚蠢 更何况它是攻坚战 自古以来的战争当中 我们知道 攻城的一方呢 都容易受到损失 而亚述营呢 它熟悉地形 他们依靠城市的建筑 作为掩护 可以大量的减少损失 而且呢 亚述营呢 它有一些隐蔽的场所 比如说这个钢铁厂 过去一直是 作为他们的基地 也就是说 士兵们呢 分成小队 从那里溜出来 然后呢 袭击俄军 打完了以后呢 可以回到地下掩体当中 舒舒服服地 睡个觉 洗个澡 吃得饱饱的 睡得足足的 然后呢 再进行下次作战 而且呢 还有 除了这个能够得到 妥善的休息以外呢 亚述营在那个地下钢铁厂里面呢 还能够储存大量的武器弹药 所以说呢 他们从来都有足够的弹药来与俄军作战 因为没有弹药军队 那是基本上是没有战斗力的 另外呢 这个俄远东军火库再次发生大爆炸 这一次的爆炸发生在伯利 也就是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 这个金火库呢 是非常奇怪的 它这个可能呢 是这个伯利这个城市呢 可能除了海参威以外呢 就是俄罗斯在 就是远东地区的一个非常大的城市 它紧靠中国的黑龙江 可能相距最近的距离呢 就是紧近贴着黑龙江 所以说呢 它的爆炸呢 就让人深移 是不是这个军火库里面的弹药 都已经偷偷的卖给中国人了 因为俄军呢 跟中国的这个官员是一样 他们平时呢 都喜欢盗窃 喜欢把这个 他们看守的这个国家的 这个战略物质呢 给偷偷的卖掉 换钱 然后装进口袋里面 而且它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这样干 它是呢 整个的这个负责 看守仓库的军队都这样干 上上上下 齐心合力的盗卖国家资源 现在呢 因为 现在俄罗斯呢 缺乏这个武器弹药 所以普京呢 可能下令把这个仓库的武器弹药 都调集到乌克兰前线去作战 那 驻守在当地的官员和士兵都慌了 怎么办呢 干脆就放火 把它爆炸了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呢 才发生了这么严重的爆炸 因为呢 乌克兰军队呢 不大可能 对这个地方实行袭击 即便是乌军派出的这个 特种部队 也不大可能跨越那么远的距离 跑到这里袭击 所以说呢 这应该都是呢 俄罗斯官员自己制造的这个灾难 类似这样的事情呢 最近一段时间是屡见不鲜 所以说普京所依赖的这个俄军呢 其实呢 也都是这样一些贪污腐败的家伙 跟他一样贪污腐败 跟他一样贪婪 跟他一样狡诈 所以最终呢 俄罗斯呢 是肯定要失败的